小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小芳讲故事 我们讲一个吴道子画龙的故事 吴道子是谁呢 他是中国唐代著名的画家 他画的画呀 栩栩如生 像真的一样 在画史上啊 人们的画家 人们都尊称他为画圣 那也就是画画的水平 到了顶盛的级别 才能被称为画圣 吴道子最擅长的是画壁画 就是在墙壁上做画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 他曾经在墙上画了一条龙的故事 有一天 一身道袋 一身道袍长发披肩的吴道子 是大步的就走入了一个寺庙的殿堂上 他的模样啊 是非常的洒脱 一副不受约束的样子 他的后面呀 跟着是大大小小的一群人马 首先跟随他的是两个小道童 手里捧着画轴 颜料 燕墨和大大小小不同的画笔 在后面呢 是这个寺庙的住持和尚 还有本地的园外长老等等知名人士 最后面跟随的是有钱人家的小姐丫鬟 人们是兴奋的 充满期待的 跟在吴道子的身后 也进了这个庙堂 环礼在四周 等着看他作画 吴道子大踏步地走到了一面墙的面前 用手啊插着腰 抬头啊就看着这个雪白的墙壁 偶尔呢还会屡屡胡须 生死一番 这个时候他身后的那些小道童 就把画纸啊颜料啊画笔啊是整整齐齐的 在地上给他摆好了 又蹲下身来 开始给他摸摸和那些颜料 吴道子想了又想 一下子挺住了 像是有了思路 转身 他就拾起了地下的一个最大号的笔 沾上了满满的浓墨 提笔大步地就走到了这个白墙的面前 举起胳膊 悬在了半空当中 蹲了一下 然后大笔在墙上是上下翻腾 左右运旋 手臂挥洒的是风驰电掣一般 看得人眼花缭乱 忽而 吴道子又收笔 退后拧望墙壁 又上前继续运笔如喷 使神思泉涌 有如神柱 这个时候 墙壁上就出现了一头伟岸的上下翻腾于云雾中的蛟龙 只见这只龙 龙脚是那么的伟岸 龙须是那么的鼻针 一双金色的眼睛就像是千年的琥珀一样 闪烁着光芒 而那千万片的鳞片呢是像燃烧的火焰一样啊 让人不敢直视 随着龙一笔一笔地惊现出来他的身貌 围观的众人们也是发出一波一波的赞叹之声 吴道子画下了最后一笔 把笔一收 退后几步 手背在了身后 凝望起墙上的这只龙 众人也是上下打亮着墙壁上的这只蛟龙 左看右看 总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呢 哎 一个老园外看出来了 他走上前去指着龙的眼睛 跟吴道子说 华师 这龙有眼无惊啊 吴道子是瞅了他一眼 但是没有说话 一只俏皮的丫鬟 也从后面跑到了龙的跟前 指着龙眼睛说 小姐 小姐你看 你看 龙没有眼睛哦 大家们都是歪头侧脑地议论起来 众人们就推推几几地来到了住持的身边 指手画脚 在大家的推送之下 一身袈裟的大住持就走到了吴道子的跟前 用手一指龙眼 用双手把大笔恭敬而又胆怯地捧给了他 吴道子 吴道子往前一步收下了笔 深深的是环视了众人一眼 二话不说 转身就在龙的眼睛上重重地点下了一双黑色的眼睛 然后发生了什么呢 刹那间是刮起了一阵旋风飞沙走时是云藤雾卷 天地一下子暗了下来 还听到了远处传来了一声像是石头裂开一样的龙吟唬 而墙壁上的这头龙呢 竟然是在墙上打了一个滚 从墙壁上升腾出来 红色的尾巴一扫是扫翻了一地的丫鬟圆外和同谱 众人们惊慌失措地乱成了一团 龙来了一个大盘旋 在烟雾里是着时打了几个滚 然后昂首吼了一声 这声音是直达天庭震耳欲龙 之后就在烟尘滚滚中冲破了庙宇 腾空而去 这一声龙吟像是雷鸣山崩一样 把庙顶上的砖石瓦朔都震了一地 大家们是吓得惊恐万分 有的抱头 有的躬身 有的倒在地上乱成了一团 而只有吴道子呢 是挺身仰视着那渐行渐远的飞龙 仰天大笑 龙是越飞越远 最后无影无踪 只留下了这崭新的白色墙壁 就像是这里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可是呢 这洒落一地的画轴 画笔 颜料和笔墨 却在告诉着人们 这里的确曾经画了一幅画 这就是画龙点睛的故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的故事 感谢观看